2018年NBA选秀大会已经落下文武,亚特兰大老鹰队第三顺位选中了东谢奇,随即交易到达拉斯独行侠队。 1.球员基本情况路卡东谢奇,斯洛尼亚篮球运动员,出生于1999年2月28日,体重99千克,身高201厘米,现在效力于独行侠。 2018年5月,路卡东谢奇获得2017-18赛季欧冠联赛MVP,最终四场赛MVP及最佳先秀奖项。 同时19岁的东谢奇也成为史上获得欧冠联赛MVP最年轻的球员。 2.选秀前经历东谢奇早年在斯洛尼亚的奥林匹亚联盟俱乐部的少年队训练。 2012年在U13巡回赛罗马战的一场比赛,中独得54分11个篮板10次助攻的大三双成绩。 2012年,他跟黄马签了一份每75年的合同,由于在黄马U16队中的优衣表现,2014-2015三季,他继续代表黄马U18队参加比赛。 当然随着年龄和球迹的增长,他渐渐成为了黄马青年队的领军人物。 场军得不能拿下14.5分,6.2个篮板,3.1次助攻,帮助球队在西班牙禀级联赛第二小组。 终拿到第一名的成绩,2015年东线其带领球队获得洛斯比卡来学会赛冠军,并入选了第一阵容。 代表黄马参加了欧洲篮写举办的阿迪达斯下一代篮球锦标赛,带领球队祭败了卫免冠军贵尔格莱德红星队,荣英总决赛MVP。 201,5年4月30日年纪16岁两个月零两天的卢卡在西班牙甲级联赛,黄马对着马加拉银行的比赛完成自己职业联赛首秀,拿下3分。 他也成为西班牙甲级联赛中第三位,完成首秀最年轻的球员。 2015-2016赛季,他都入选了西班牙甲级联赛,成为当赛季最年轻的球员,和欧冠联赛黄马12人大名单。 在西班牙甲级联赛黄马和比尔巴厄的比赛中,他拿到赛系甲个人最好数据,15分6个篮板4次助攻。 他的这些数据都刷新了联盟中17岁以下球员场上数据和评分指数的记录。 2016-2017赛季第11轮黄马对阵巴塞罗奈丰拉夫拉达的比赛中,东谢奇砍下23分。 11个篮板,获得第11轮比赛中MVP。 2018年5月20日,路卡东谢奇获得2017-18赛季欧冠联赛最有价值球员及最佳新秀奖项。 同时19岁的东谢奇也成为史上获得欧冠联赛MVP最年轻的球员。 3、前景分析东谢奇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天赋也体现得比较高,能够以叹花秀加盟NBA,继续到库巴这样的老板。 我认为东谢奇的发展,应该会非常顺利。 第一,球队势力偏弱,加入独行侠队能够得到大量的上场时间。 其次,自身肩负报表,戒指叶生涯开始早,适应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第三,由莫维斯基这样的欧洲球员指导,成长一定非常迅速,综合以上来,看,东谢奇应该至少能够成为全明星球员。